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积电不是先前宣布在美国建厂吗 为何美国项目进展缓慢 反倒是日本厂区能率先实现量产 这是否真是日本企业高效管理的写照 今天我们将聚焦三大核心议题 首要议题 回顾台积电如何将代工业务塑造为业界创新典范 以及其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的领先地位下所遭遇的多重挑战 其次 偷袭台积电选指美国与日本建厂背后的考量 特别是地缘政治如何左右其决策 最后 探讨台积电海外扩张对台湾本土的利弊 以及投资者应如何审视这一战略部署 谈及台积电 世人皆知其为全球芯片制造巨头 但台积电与同样深耕半导体领域的联发科 其差异何在 二者虽同处半导体产业链 但业务模式却大相径庭 台积电作为专业的晶圆代工巨拨 其核心优势在于为全球客户 尤其是无自有工厂的芯片设计企业如联发科等 提供顶尖的代工服 设计公司将精心设计的芯片蓝图交付台积电 或者则运用尖端设备与技术 在自家晶圆厂中打造出高质量的芯片成品 最终推向市场 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 台积电凭借其卓越的技术实力与高效的生产体系 赢得了全球客户的信赖 并促进了半导体产业链的全面繁荣 而这一切成就 均源自其开创性的晶圆代工模式 这一模式不仅重塑了行业格局 更为半导体领域的发展 注入了不洁动力 台积电初创之时 便秉持着前瞻性与创新性的核心理念 彼时 半导体业界普遍遵循垂直 整合模式 台积电却独树一致 开创了晶圆代工新纪元 这一创举不仅为资金有限的IC设计企业拂救了成长之路 还极大的促进了半导体产业链上下游 如封装 测试等领域的协同发展 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先生曾坚定阐述 公司专注于半导体制造服务 以其他半导体企业为服务对象 正是这份对制造环节的深耕 让台积电在技术层面与获突破 近年来 台积电在良率与技术上的卓越表现 赢得了包括大客户在内的广泛认可 甚至在部分领域超越了行业领军者如三星 以iPhone手机为例 其最新款芯片正是由台积电代工制造 彰显了其行业地位 在客户服务方面 台积电相较于新进入晶圆代工领域的Intel等竞争者 展现出更强的贴近客户需求的能力 优势显著 随着客户对先进制程需求的日益增长 台积电积累了丰富的量产经验 形成了良性循环 高品质芯片的生产 促进了效率提升与成本降低 进而增强了盈利能力 如今 台积电已稳坐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宝座 引领着最尖端的晶圆制造技术 然而 随着台积电实力的日益壮大 挑战也随之而来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全球芯片短缺问题 凸显了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 各国政府与企业纷纷加大半导体产业投资 以求在供应链中占据优势地位 这对台积电等晶圆代工厂而言 既是机遇 也是考验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先生曾明确指出 台积电已成为科技领域的战略高地 这一地位的确立 是台积电科技实力领先的直接体现 也是在全球科技竞赛中占据重要一席的有力证明 半导体作为未来AI竞赛的关键 乃至军事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因此 半导体技术已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以美国为例 其持续压制和阻挠其他国家半导体及AI技术发展 旨在巩固自身核心技术与产能优势 然而 有趣的是 台积电并未将美国作为海外扩张的首战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日本 这一决策背后 是日本政府将半导体产业提升至国家经济安全战略高度的护局 自2021年起 日本政府便积极推动半导体战略 视其为未来科技发展的基石 无论是5G 大数据 AI 自动驾驶还是机器人等领域 半导体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为重塑半导体产业辉煌 日本政府深入分析了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 包括美国 欧洲 韩国等地的发展状况与资源投入 台积电选择日本作为海外建厂地点 无疑是对日本政府决心与产业实力的认可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台积电日本厂选择与影像感色机巨头索尼半导体公司合作 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台积电对日本市场及索尼品牌的精准判断 更是双方优势资源的强强联合 索尼虽常被公众与游戏设备如PS5等相联系 但其在影像感测器领域的卓越成就同样显赫 作为苹果供应链的关键一环 其技术实力备受业界赞誉 台积电选择日本 不仅因为索尼这一稳固的合作伙伴确保了市场需求的稳定 更因为日本在半导体人才与技术方面的深厚积累 因此 台积电雄本厂计划招募1700名员工 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台积电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也预示着该厂将具备强大的研发与生产能力 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 台积电在仙台市设立了研发中心 携手日本材料厂商 共同致力于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的研发 此举彰显了台积电对日本半导体材料技术的认可与尊重 同时也体现了双方携手挑战摩尔定律极限的坚定决心 日本政府为吸引台积电落户所展现的重视与决心 从其补贴政策中可见一般 高达4760亿日元的补贴 几乎覆盖了投资总额的一半 这一力度甚至超越了美国政府 凸显了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高度重视 及对台积电项目的权力支持 政府的决心不仅限于补贴 更体现在对半导体产业的深远规划与战略布局 为鼓励台积电在日继续投资 日本政府甚至派遣了半导体战略推进的重要人物 国会议员甘利明亲赴台湾 表达了对台积电项目的坚定支持 甘利明作为该领域的关键人物 其行动不意为台积电在日本的发展 注入了更强信心 台积电位于日本熊本的首作工厂 于2024年正式投产 预计在未来两年内将为熊本经济 带来高达新台币3800亿元的经济效应 这一巨额数字不仅彰显了台积电 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影响力 还预示着日本在重振其半导体产业领域 所制定的宏伟蓝图和坚定决心 熊本工厂的成功投产 是台积电全球扩张战略中的重要一步 这一战略不仅涵盖了日本 还延伸到了美国和德国 展现出台积电在全球范围内 不断拓展其生产布局的强大实力 通过在这些关键市场设立先进的制造设施 台积电不仅巩固了其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领导地位 也为应对未来可能的供应链挑战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巨额财政补贴 进一步推动了台积电项目的快速落地 预计未来台积电还将在熊本建设第二座更为先进的工厂 以生产高性能计算所需的6至7纳米芯片 这不仅将进一步提升日本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地位 也将使熊本成为日本科技产业的重要支柱 随着这些新设施的投产 台积电的全球扩张势头愈发不可阻挡 这种战略性布局不仅反映了台积电在半导体行业内的雄心壮志 还进一步稳固了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 使其在未来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假如你是台积电的小股东 这样的海外扩张你会怎么看呢 台积电决定走出台湾 在海外设立工厂 这一战略背后预含了多重深远的考量 尽管从表面上看 海外设厂涉及更高的人力与建厂成本 且初期营运效率可能不及本土工厂 加之不同环境带来的法规适应与劳工关系挑战 都让人对其盈利前景产生疑虑 然而台积电对此有着清晰的战略蓝图与坚定信心 他们认识到海外扩张不仅是地理上的拓展 更是技术与管理的飞跃 尽管过程中需经历学习与适应的阵痛 但台积电坚信 这一决策进予长期规划 能够助力其保持并提升高毛利率 正如近年来稳定在50%以上的业绩所证明 对于小股东而言或许无需过分忧虑盈利问题 而应关注更宏观的层面 台积电将先进制程分散至海外 虽可能削弱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的独特地位 但此举旨旨在吸引全球顶尖人才 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注入新动力 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这一战略显得尤为关键 长远来看 台积电的海外扩张为台湾企业树立的典范 展现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 勇于开拓 拥抱世界的勇气 若台积电能在海外成功运营 并有效利用各国人才资源 将有望成为真正的全球性企业 为台湾企业树立标杆 当然 挑战与风险并存 台积电需积极应对 把握机遇 同时加强与股东的沟通 让股东更深入了解公司战略 与未来规划 作为小股东 自然期待台积电能持续优化治理结构 提升透明度 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 以实际行动回应股东的支持与期待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进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